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被共产党抓起来要枪毙 好不容易逃出来想卖点情报 换点钱好跑路 但是他抽的价钱很高 我接不住的 只能找你了 我们情报共享嘛 老婆 这事儿还要谁知道 只有你和我 在哪儿见面 他坚持呢 要找一个披静的地方 怕我们抓他 你那里地方多 你选咯 这样 12培路七号公寓 上三楼 左手边就是我的公寓 咱们在那儿见 他只要你一个人来 等我一个人他不见的 好 我一个人去 一个小时候见 小秘书 到 叫情动队少队长 一会儿给我派两个人跟我走 这个等邓处长回来 把他交给他 是 是胡执开的车 车里一定不止他一个人 你怎么晓得 看不见嘛 车楼里压毙了 在这儿等着 来 这辈子好 我说顾先生不在 你怎么不信呢 不对啊 我跟他约好了 您是约好了 我在门房里一直没动 怎么没看得进来呀 这样 我在这儿等一会儿 那您随便吧 我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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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会儿 一会儿俩下来 救他给我抓住 是 我站在窗口 你们俩就站这儿等着 是 是 顾先生 楼上有客人 正在您的房门口等着您呢 下来 是 是 人来了 是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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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没想到 他还真让你给抓来了 吴长官 你敢害我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他们抓你来 就是想知道 你是不是从北平 带过来一个女人 叫陈亚菊 只要你又把陈亚菊交给我们 我们就放了 你们不是来找我的 找你干什么 我们找的是陈亚菊 你找他干什么呀 他不就是一个舞女吗 这跟你没关系 他在哪儿 那你们怎么保证放了我 只要你把他交给我们 你还回去继续做你的客帐 你要不交给我 你就得死 你要相信我说的话 行 我带你去 进 司令官 古天一来电话了 他查到那个顾凯的真实身份 他是汪精卫上海情报处的机要科长 真名叫顾志凯 我是陈亚菊 陈处长 我是北平来的河野 河野司令官 你有什么吩咐 我马上派人去你那儿 你的机要科长顾志凯在忙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找他 他刚出去 说是去见一个叫胡昌贵的人 胡昌贵 这个顾志凯是不是从北平带来了一个女人 是是是 是一个巫女 这个巫女住在哪里 是在恒山路十五号 陈亚菊在恒山路十五号 你赶紧派人去把她抓起来 亲爱的你回来了 陈亚菊 你是真够难找的 你们是什么人 别问那么多 跟我们走 那个人我交给你们了 我走了 坐这儿 我们来呢 是想问你一件事 在你离开北平之前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梅尔 是不是交给你一个箱子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别害怕 你告诉我们 那个箱子在哪儿 都给我让开 放我走 放我走 大军 你到底是什么人 都给我让开 放我放我走 看来你能杀死布志凯 那你跟我 是一会儿吧 这个你别管 放不放我走 放我走 是警察 开门 开门 快点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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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里面人开门 再不开就剃了 走放我 快走 美方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拆想局 总算是找到你了 胡太太 委屈你们了啊 我现在就送你们走 那 胡太太 对不起 我们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路上一定要小心 好 胡太太 我们走吧 枪呢 他还有枪 他不光有枪 而且还杀了顾智凯和两个警察 我还真没见过这种杀人不眨眼姑娘 罗朗宁 114 好枪啊 很适合女人用 这枪从哪儿来的 看来我们有共同的任务 抗日 哲小姐 我们不想知道你是什么人 但是请你告诉我 梅尔交给你的那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箱子在哪儿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这磨蹭 你到底想说还是不想说 想说怎么样 不想说又怎么样 那只箱子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必须把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为了找到你 我们已经牺牲了好几个童子 有那么重要吗 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说的话 我会有很多办法会让你开口 死意 想逼共事吧 我枪都放在你手里了 我还怕什么 陈小姐 你不相信我们是应该的 我们是北平地下党组织 这次来上海的任务 就是为了找到梅尔交给你的那只箱子 那你现在应该告诉我们 你是谁 我是铁血团的人 这次的任务呢 他们是让我接近顾志凯 为的就是刺杀汪精卫情报处处长邓荣 刺杀邓荣 邓荣杀了我们铁血团的很多同志 所以我们必须报仇 那箱子呢 你们的出现 让我不得不杀了顾志凯 任务失败了 所以你们必须配合我完成这个任务 我才可以把箱子拿给你们 你的意思是 让我们帮你杀邓荣 我现在不跟你讲条件 你们铁血团的行动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现在只想知道箱子在哪 哼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能不能告诉我 箱子是不是在上海 里面的东西安全吗 在上海 东西很安全 你看见那箱子里面 到底是什么东西 箱子是被焊死的 我打不开 梅尔告诉我 到时候会有人来取这只箱子 不过有暗语的 你们知道暗语吗 什么暗语 把箱子给我 你应该知道箱子里是谁 司翊 陈小姐 麻烦你到外头休息 我们要商量一下 好 我相信你们两个是共产党 梅尔也许已经死了 箱子我也愿意交给你们 但是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就是帮我杀掉邓荣 我们不能再跟他啰嗦了 这样吧 你把他交给我 你把耳朵堵起来 我有办法让他交出箱子 绝对不行 他是抗日战士 我们不能对这样的人逼供 更何况 共产党也不能这样做 那怎么办 答应帮他暗杀 那个邓荣就那么好杀吗 即使我们帮他杀了邓荣 他还会有别的要求 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日本人发现 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赶紧撤离上海 可是箱子还在他手里呢 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们根本不知道箱子里是不是头盖虎 可这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是或者不是都应该搞清楚 没方 就算我不是共产党 让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逼他说出来 然后你怎么处置我都行 只要我在你就不能这样做 等黄超回来 你们商量一下 你要干什么 我要和陈亚军待在一起 也许我能说服他 宝宝 你们还好吧 好 胡昌贵 王思义让我转告你 他非常抱歉 告诉他 我早晚会找他算账的 恐怕 你是没有这个机会 大局 你受苦了 为了报仇 我什么苦都受得了 你也不用和我套近乎 不帮我杀了邓容 我是不会把箱子给你的 什么苦我都受了 他们要想整我 就来吧 不会的 我保证绝对不会再有人伤害你 他们能听你的吗 能 请你告诉我 梅儿有没有告诉你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没有 他只是跟我说 他要先去秦皇岛 然后来找我 你相信他会来找你 即使他来了 我也不能和他在一起 我已经不干净了 不过 我想他应该不会来了 他要来 昨天就应该到了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 没有早点鼓动顾之凯 带我去见邓容 我在等梅儿 邓容不认识你吗 他见我的时候我才几岁 他认不出我 那好 你把你了解到邓容的情况 全部都告诉我 你 真的愿意帮我 不是我 是我们 快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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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接齐皇岛日本宪兵队 左左梦 你的电话是从上海来的 我是左左梦 老师 王四义和梅芳强在我们前面 带走了陈亚局 我想我们可能失败了 失败不是你应该说出的话 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放弃 再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审问刘云香了 我会让他开口的 老师 河野司令官告诉我 东京大本营将把您送到军事法庭审判 可能明天您就被送走了 这 这是真的吗 河野司令官亲口跟我说的 知道了 没回事 完成我交代给你的使命 别让我失望 老师 我想 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别说这些丧气话 努力吧 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吗 没有 我的学生有些灰心 宇家军 谢谢你 我有点累了 想回去休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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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我是虎天一 刚刚接到命令 明天你要将所有的木鸭被平 然后送他去日本 接受事办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不再追究你给周郁钦 注射冰毒的事情了 因为战争对女人是残酷的 他们应该远离战争 你可以拯救周郁钦的生命 但是我们不能再争取 带走刘云祥 布鲁斯先生 这是最后的决定 也是我们全体的决定 你们都很清楚 刘云祥将遭遇什么样的虐待 可你们不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去冒险救一个 和你们完全没有关系的 中国医生 是这样吧 靠这样的冲动 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 如果日本人坚持 不放周郁钦的话 我们必须妥协 明白吗 你怎么还有心情看书 调查团拒绝了你带我们北平的要求对吗 是的 你留下我 是个运气 换下去的机会 我要的东西呢 你是我的朋友 这等于是我杀了你 不 是你救了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如果玉琴 被送到北平 让他尽快到天津的德国银行 去找一个叫钱寒光的人 他知道亨利的下落 谁是亨利 玉琴知道 好 重复一遍 到天津德国银行找钱寒光 寻找亨利 是不是这样 对 我想告诉你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是中国的英雄 中国像我这样的人很多 我不算成 谢谢 好好休息 我走了 谁 玉侠局 我并不想吵醒你 只是 来看看你 既然来了 为什么不开灯 不必 彼此面对对方 会窥视 对方的心理 会不自受断欺骗对方 黑暗之中 我们看不到对方的眼睛 看不到对方的举动 这样说句话来 就会像 秦兄弟一样 云小军 我就要回东京了 你知道吗 你高兴了吗 高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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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临走之前 一定要把件事 杀了我 我真不情愿这么做 但我的自尊心不打赢 所以 为了我的自尊 我一直要杀你 杀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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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你杀你 杀你杀你 自己杀你 杀你杀你 afraid 它不能由我 告 особ 然后你 非 crypto 王愿 敬礼 开枪 开枪 也许 我们的事情还没有完 招亮 这就是我们秦桃岛的责任 我叫秦天 英雄啊 你们不但救出了战俘 而且揭露日本人进行西军战的真相 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这都是云翔他们的主意 怎么样 现在有他们消息吗 他们还都活着 被困在日本海军医院里 正准备送走 我们有同志在日本海军医院做事 传出来的消息是 进医院救人基本没有可能 突击不成 反而还会暴露我们的行动 现在最要紧的是 搞清楚日本人 准备把刘云祥周雨昕送到哪里 什么时候带出日本海军医院 我们好在路上下手 那现在谁能知道 什么时候送他们走呢 只有医院的院长 顾点医院让你们所有人去线分队 说有重要事情向你们宣布 是现在吗 对 现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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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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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帮助陈雅局杀邓融 我不想揭外生枝 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箱子 陈雅局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箱子到底在哪 杀掉邓融 给你箱子 你干什么 你们共产党的规矩 我没必要遵守吧 有我在 你就不能对他这样 他不是敌人 他不就是箱子 就是我的敌人 这次行动我是领导 你在妨碍我们完成任务 对不起 这次我要自己干 放开陈雅局 我们帮他 我不干 这不是我的任务 杀汉奸就是我们的任务 杀汉奸就是我们的任务 你如果不想跟我们合作的话 你可以走 好 我走 可是我要带着他一起走 有我在 你哪里去吧 如果你放了他 我们还是朋友 你要如果不放 后果自负 好 我不干了 我同意 这次的行动 我们单独完成 亚局 你再把你的计划说一遍 我从顾志凯那里了解到 邓荣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 他平时不会轻易出入情报处的 不过他有一个毛病 就是浩瑟 他经常去摆了门 顾志凯把我带到上海的真正目的 就是为了把我介绍给邓荣 然后让我勾引邓荣 让我去情报处 搜集情报消息 今天是星期六 是邓荣去舞厅的日子 我原本计划让顾志凯带我去见他 但现在顾志凯死了 我只能靠你们帮我 现在没有人介绍你 我们怎么杀的 我在北京的美国俱乐部 认识了一个百勒门的舞女 叫凤蝶 她和我关系很好 战争爆发后 她就来了上海 在百勒门跳舞 我可以去找她 她会帮我的 但是你现在是通缉犯 万一被抓到了怎么办 我化妆的样子 没有人忍地出来我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她今天没去 我们怎么办 顾志凯告诉我 邓荣总是通过 摆了门的领班拉皮条 如果有新人来 又和邓荣的口味 她就会打电话给她 顾志凯告诉我 邓荣见到我 一定会对我一见倾心 我会让她把我带回家 她会带你回情报处的家吗 不会 她老婆孩子都在家里 她一定不会带女人 到她自己情报处的家 邓荣在外面 一定有她自己的公寓 具体在哪我不知道 你们可以跟着我 到时候她带我进去 你们就开始动手 像她这样的人 即使带个女人回家 也一定会有人保护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这简直是痴心妄想 你们所有的计划 都是凭想象完成的 万一哪个环节出了错 陈亚军被杀了 怎么办 我早就说过 这样的计划 是不可能完成的 黄昌 你已经退出这次行动了 请你不要再发表你的意见 不 这确实是个漏洞百出的计划 但并不是不可以完成的 这样 我需要你配合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样的行动 我是不会参加的 好 等我们找到箱子以后 我会把你的情况 如实汇报给你的上级 到时候 你们军统的代局长 会不生气吗 再说了 杀了邓荣 你就是立功 一举两得 那好 我参加 但是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了 陈亚军死了 所有的责任 在你们那儿 我参加 护士 给他阻塞 这是什么 阵剑剑 阵剑 快 不许动 刘异强 我要带着你走 带你离开这儿 现在 我给你两种选择 要么出卖我 要么 带你离开这儿 但跟我走 才是你救周玉琴的唯一机会 明白吗 把衣服换上 换上 走 足足牧举 我奉命今天晚上陪你和调查团一起回北平 好 辛苦 我准备一下 是 走 你 上车 快 上车 快 上车 去哪儿 警官离开警华岛 快 快 快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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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干什么 别 别吓着孩子 我开张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上寒病毒发作 需要多少时间 大概二十四小时 好 我们可以有一天的时间来谈 你给我注射的上寒病毒 是的 你只有二十四个小时 告诉我 头盖锅在哪儿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吗 不可笑 我手里有一只抗生素 如果你告诉我 就能活 我已经注射过了 不会被感染 难道 你想死吗 我对我怎么死 并不在意 我关心的是你怎么死 左总部先生 你把我带出来 我也一定到处去找 你跟我一样 现在都是通缉犯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 因为我要完成 打日本帝国军人的使命 你在做梦 这不是梦 我看过 对于伤寒病人的报告 这种病毒 传播得很快 我将把你放到 一个人群密集的地方 那里有许多老人 父女和儿童 他们将因为你而死 这是我把你带出来的理由 你是个医生 医生的指责是治病救人 而不是杀人 这可是你说的 所以 我请你认真考虑 好 我带你去找亨利 开车 走走目的 他劫持了刘云祥逃跑了 逃跑了 他怎么跑的 他偷了一辆汽车 立即通知所有少侠 严密查找左走目和刘云祥 记住 刘云祥一定要抓活的 走走目 如果反抗 就地击毙 你说的是 可以杀得走走目 是走走目 另外 周玉琴 谁也不能带走 一定要等到抓到刘云祥以后 再度决定 明白 从这进去 你们要找段时间 就在二楼的房间 你 告诉你啊 可别骗我们 你孩子可在我们手上 我没有欺骗你们 守卫医院的宪兵小队 会撤出吗 玉琴送往调查团 派我回来的 宪兵队不会撤出去 好 你给我听着 今天晚上八点 会有几个食物中毒的伪军到医院来 就是我们 你必须把我们安排在二楼的病房里 剩下的事 我们来办 那我儿子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等我们把人救出来 你就能见到儿子了 老洪 麻烦你把他带出去 送那个医院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走 走 请努必不要伤害我的儿子 放心 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不是畜生 走吧 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儿子 把 那我去弄几身伪军的制服卡车 通知其他同志一起行动 好 卡尔 你想真的跑了 走走木 带走了他 太好了 这下我这心哪 就算是落下来了 云翔让你去天津找亨礼 到德国银行找钱很光 不过 现在我们走不了了 没关系的 只要云翔走了 我呀 什么都不怕了 走走木 居然敢背叛我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小全军 我要求和卡尔 一起送调查船走 回来的时候 周玉琴必须已经死亡了 做的 要像正常死亡一样 明白吗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实验 所以 必须除掉他 好 好